中国工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 赵乐际 王沪宁 丁薛祥 李希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 蔡奇代表党中央致辞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 气氛热烈 近2000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 中国工会18大代表和50余名特邀代表 肩负着亿万职工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时时 中共中央组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东明 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起立 包唱国歌 羽毛 五个人 八岬五个人 国家 五个人 报作 我们一切都 入口我们心里产生 中华民族好家 最美食的世贡 每个人给国家 leich的同生 蔡奇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 奋力书写我国工人阶级 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的致辞 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致以诚挚问候 蔡奇在致辞中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工人阶级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永担重任 拼搏实干 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工会十七大以来 各级工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加强党的建设 深化改革创新 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履行维权服务职责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动员广大职工积极建工新时代 同全国人民同步迈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蔡奇表示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 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 主题和方向 工人阶级要以忠诚可靠 更续工人阶级政治本色 以劳动创造 担当工人阶级使命任务 以过硬本领 展现工人阶级时代风采 以团结奋斗 弘扬工人阶级崇高品格 各级工会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忠诚党的事业 结成服务职工 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广泛凝聚团结奋斗伪力 切实提高维权服务质量 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 奋力谱写党的工运事业 崭新篇章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先后代表人民团体和解放军武警部队 向大会致贺词 王冬明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 做了题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组织动员亿万职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团结奋斗的报告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新时代我国工运事业的发展和过去五年的工作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工会工作 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 大会以书面报告的形式 向代表提交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请代表审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 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各人民团体 军队 有关单位和北京市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工会界的朋友 首都各界职工代表等 参加开幕式 入口中央标 入口中央标 服务